接下来我和老杨二人 孤身深入到神秘莫测的秦岭探险 但前方等待着我们的 又是什么呢 各种诡异事情 接踵而来 请听由一路听天下独家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术 作者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由于断崖下面什么都看不清 这下子我们发愁了 如果有手电倒还好 现在一个小火把 如何照得到下面有什么东西 老杨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把火把扔下去 我说这怎么行啊 火把下去了 我们怎么下去 这时候梁师爷有气 梁师爷在家的包里有信号枪啊 老杨忙往他的包里一摸 果然摸出一把信号枪来 看了看梁师爷 你这人不错呀 还真合作呀 我检查了一下信号枪没有问题 然后对着悬崖的上方砰的一声 打出了一发信号弹 夜光闪过 照亮了一大片区域 一刹那整个山洞清晰的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们往下一看 一下子三个人全都僵住了 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看到了什么 等我明白过来 人一下子就蒙了 张大嘴巴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面本来就虚弱的梁师爷 看到下面的情形啊 找我一步贪软的地上几乎掉下去 老杨也面色苍白 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一步 悬崖下面十几尺的地方 是一个天然的大洞穴 里面密密麻麻的堆满了枯柴一样的东西 仔细一看 你就可以知道那全是骨头 一片挨着一片 有些地方还雷起了好几层 足有上万句之多 哎呀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的天 这不是万人坑吗 难怪那几个风水先生会说自己看到了阴间 这种景象太震撼人了 无论是谁看到 那肯定以为是地狱里的情形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眼前的这景象 好像很熟悉 好像看到过 我皱了皱眉头 回忆了一下 忽然之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相同的情形 对呀 山东 山东瓜子庙附近的那个石洞不是和这里非常相像吗 我一下子思维混乱到了极点 只觉得喉咙里好像卡了什么东西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里果然和山东瓜子庙的石洞有联系吗 那山体上的水晶棺材 还有尸堆里那长发极地的白衣女尸 这里会不会也有啊 我马上四处去看 这时候在空中的信号弹已经滑行到了弧线的尽头了 在光线熄灭的那一刹那 我好像看见在这些尸体的中间有一块奇怪的地方 老仰重新装填了一发信号弹 朝刚才第一颗信号弹熄灭的地方开了一枪 将那里重新的照亮 我看见那是一块没有堆放任何尸体的空地 位于整个洞穴的中心 大概有二三十平方米 信号弹的光线不足以让我们看清这块区域 是否有特别 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块空地是向下凹陷的 应该是一个坑 老仰这时候已经镇定了下来 指着那坑说 他三年前看到的殉葬坑和这里差不多 中间也有这么一个空地 那怎么样也挖不到底的青铜枝呀 就是位于这坑的中间 照明弹的光线衰竭 洞穴里又恢复到一片漆黑 老仰还想再装天一发被我拦住了 现在该看的我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不必要无谓浪费资源 老仰问我 现在怎么办呢 闹了半天 这阴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说不定这里也就是一个祭祭的地方 我们还要不要下去 我想了想 那李老板和木吉里 说这斗里有好东西 应该不会错 咱们跟着铁链来到这里 路也没问题 我看他说的东西 就在下面 最可疑的地方 是尸体中间那块空地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过去看看 不过这尸体堆积的地方 历来是最邪门的地方 我们得做好准备 应付最麻烦的事情 我本来想说说 在山东碰到的那些个事 回头一想 不把这两个人吓死才怪呢 于是改口扯到别处去 老杨已经压根不想下去了 不过提议到这里来的人是他 他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 只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回忆刚才看到的情景 要到达那块空地 无法避免地要下到悬崖下面 从尸体中穿过 从我们所在的石梁 到那块平地 大约也就是200米左右 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是如何爬下这二十几米高的悬崖呢 我们没有绳子 徒手爬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 还要从长计议 另外就是 这下面有没有粽子 下面保存完好的尸体 应该不多 大多数已经干涸 或者成为枯骨了 但是刚才 在照明淡的照耀下 我看到很多尸体的表情 非常的猙獰 超出了人类表情 所能表现出来的极限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正琢磨着呢 忽然听到一声摔倒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只见梁师爷正捏手捏脚的 想退回到石阶上面去 老杨马上举枪 把他给逼住 再往后走一步 我就打断你的腿 然后把你从这里给丢下去 梁师爷一听到他的声音 吓得拔腿又跑 老杨朝天开了一枪 霹雳一样的枪声 顿时响彻整个山洞 梁师爷给枪声吓得停了下来 缩着脖子 转身说道 别 别开枪 别开枪 我不跑还不行吗 鬼 鬼才信你 给我回来好好蹲着 再跑一次 我就把你料理了 梁师爷灰溜溜的走了回来 蹲在了我们边上 哭丧着脸 对我们说 两位小哥 你看在下 只是一个知识分子 跟着老太混口饭吃 糊弄一下那广东客人 暗盼起来 也是个次犯 你们还是放过在下吧 你们现在要去做大买卖 在下手无腹肌之力 跟着你们也是累赘 万一一个手脚不利索 连累你们就不好了 老仰见他手里 竟然还拿着他那只背包 不由的大怒 用枪指了指 你以为我们想 想带着你啊 你要我们放过你 也行 把那包留下 你爱上哪快活去 去哪快活去 梁师爷为难的 看了看那包 可这包是在下的 有道是君子 老仰扬了扬手里的枪 我 我不是君子 我 我 他妈是畜生 甭 跟我讲 讲道理 我觉得 这梁师爷 颇有点道行 要是把他放过去 碰上太书他们 当于给自己 增加了一个敌人 留下 兴许还能起个 牵制的作用 我阻止老仰说下去 转头 对梁师爷说 我们现在处境 还不明朗 你一个人走掉 就算给你全套装备 没有经验 也出不去 不如这样 你跟我们下去看看 如果有好东西 太老头给你多少 我们也给你多少 三个人一起行动 生还的几率大一点 你看 这里阴气中天 要是碰上个孤魂野鬼 谁也救不了你 对 对啊 你要是不想去也行 不过 把该留的都留下 把衣服也脱下来 他听到我说 给他也留一份名气 顿时就露出了动摇的神色 又加上老仰一吓唬 马上就说 别别别 别 有话好商量 既然两位这么看得起在下 那在下也不便推辞 其实 以在下的学识 能和两位的经验 配合在一起 实在是株连必合呀 我一听感情 这小子还是棵墙头草 两边倒 变卦变得这么快 心里觉得好笑 爷爷说的对 人心险恶 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我们将梁师爷包里的东西 重新拿回来 倒了出来 寻找有没有可以利用 比如说绳索和照明的工具 但是他的包里主要是食物和衣服 梁师爷说他们重要的装备 都是由太叔和二麻子 这两个骨干背的 他这把信号枪 也是在走散的时候 用来求救的 没有绳子 下悬崖肯定要学壁虎游墙 这里这么陡峭 也不知道适合不适合攀爬 我打起为数不多的 几个冷烟火的其中一个 往悬崖下扔去 一路照下去 看到有很多地方可以落脚 如果有持久的照明工具 打下去不会太难 现在在外面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了 我们一路上都没停过 今天晚上我们就下不去了 好好休息一下 把伤口也处理一下 等到明天再下去 不然在疲劳状态下到坑里 如果里面有什么情况 肯定会出疲漏 太叔和那个胖胖的广东人 现在是死是活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手里到底还有两支枪 碰到一起 免不了又是一番恶斗 还是要提防一点 我本想问问梁师爷 他们几个的来历 但是转念一下 现在问不合适 我们现在的关系这么紧张 他必然不肯说 要等到人放松的时候问他 那才可能听到真话 我帮我的想法和老杨一说 老杨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他又说 这这里太太娘的那那那那什么了 下面这么多尸体 我们还是上去吧 到祭祀台那那那那里去休息 我想想也是 于是重新爬上石阶 回到了祭坛处 老杨重新点起碳火 将一支罐头捞空 放在火上烧了点水 将一些干粮泡软分开吃掉 几个人吃饱了以后 又吃了一些巧克力增加血糖 老杨吃完后就困得不行了 我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我来看着火 老杨说这里也没什么野兽 不用这么上心 我偷偷告诉他 我主要还是要看着那梁师爷 这种看上去越窝囊的人 往往越是深藏不露 我们两个都睡着了 说不定他就会露出本来面目来 那你要不放心 我把它敲晕了 得了 我忙白手 新说要敲傻了就麻烦了 老杨自顾自的睡觉 我掏出藏在衣服内袋里的拍子疗 打开保险插在皮带上 然后又烧了一罐水 擦拭自己的伤口 在瀑布的时候 我手上烫伤很严重 如果处理得不好 肯定会造成感染 等这些都处理好了 我叫醒了老杨 自己才睡了下去 这一觉睡得极其不舒服 浑身酸疼 伤口又痒又疼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才睡了五个小时 身体难受的鼻子都塞住了 老杨给我烧了烫水洗脸 我感觉好了一点 吃早饭的时候 我看梁师爷表情没昨天那么戒备了 就旁敲侧击的 问了几句老太这几个人的来历 梁师爷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名字 他看了看我 听出了我的意思 眼睛一转 对我说 小五哥 既然咱们现在是一伙的了 我也不瞒着你 我们来的时候啊 是五个人 其中只有太叔和二麻子 是专门干这个的 在下呢 是跟着那李老板和王老板来的 一来想见识一下 鲜货是怎么出土的 二来呢 两位老板让我把墓里最值钱的东西 先挑出来 所以说实在的 在下真是一个很冤枉的角色 老杨听到他这么说 就问他 哎 那奇怪了 刚才看到你们是四个人 那第五个人呢 哎呀 你说的那个人呢 就是李老板 刚才我们从矿道下来的时候啊 他去一道水坑去洗脸 结果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的脑袋已经不知道 给水里的什么东西给咬煤了 我和老杨正在吃东西呢 忙让他别说了 下面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 再说我们就吃不进东西去了 我看他似乎打算全盘拖出 心里说 这人也算是识实物 又乘机问他那两个老板的背景 梁师爷站了起来 哎呀 说起那两个老板的背景啊 不说不知道 一说 可要吓你们一跳啊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古董商人 你们且听我细细讲来 梁师爷当下放下手里的食物 将这两个人的背景 简略的向我们叙述了一遍 那两个广东来的老板 姓王的叫王启 姓李的叫李皮巴 两个人都是佛山人 在当地的古董界里有很大名气 其中李皮巴的背景我们已经知道了 发家全凭记载大量古墓位置的和墓集 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 原因是我和老杨曾经偷听过他的说话 不过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的一面之词 其中有几分夸张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听梁师爷说起来 言之确凿 可信得多 而王启的家事就没有李皮巴显赫 但是却更加真实 他的祖上从事的职业叫做嘲讽 何为嘲讽啊 嘲讽啊 就是指在当铺中干活的伙计 坐在高高在上的柜台上 在短时间内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与真美 就是他们的工作 其中负责高级物品鉴定与日常行政事务的 叫做大嘲讽 一个大当铺的大嘲讽啊 可以说是世界上见识宝物最多的人 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都见过 王启的祖上就是一个有名的大嘲讽 叫做王献初 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笔记 叫做古玉斋奇节鱼录 这本东西堪称奇书啊 上面记载了他一生所遇到的他认为奇异的物品 并且详细地记录了物主的说明 他的判断等等 对考古工作有很强的横向参考价值 王启本身文化不高 但是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这本古玉斋奇节鱼录里的东西 他看过多少次了 不知不觉中呢 全部都记了下来 正巧有一次 在一街头的交流会上 他看到一只白玉狮子 于古玉斋奇节鱼录里记载的一种藏头和狠像 他当着众人的面 按照古玉斋奇节鱼录里的记录 将这只白玉狮子放进茶水里 没过多久 那只狮子竟然自己张开了嘴巴 从里面吐出了一枚金叶子 从此王启的鸣声大噪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走到了一起 梁师爷也说不清楚 他做师爷的也不好过问 听到这里 我就问梁师爷 为什么这一次他们两个要亲自来这里呢 这些人养尊处由关了 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啊 老杨也说 这这这这有有有有什么想象不通呢 这就叫做闲钱烧脑 是钱多了给闹闹的 这些有钱人呢 钱多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都要去寻找自己的人人生价值 有有有有些人家财万贯还还要出去也要要饭 这这这这不不稀奇 梁师爷 梁师爷呵呵一笑 我刚开始也这样想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 这一次他们两个非常坚决 按照我的估计 这里面可能有隐情 答案就在这古墓里面 我问他 哎对了 师爷 你既然看过河木吉 那你知道不知道 这进入瀑布之后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 梁师爷看了我一眼 哎呀 这河木吉是李琵巴的宝贝 我只是在李琵巴死后 抓紧看了几眼他的笔记 其他的内容倒看到不少 不过这进古墓的那一部分 倒是没有看到 那东西后来 给那姓王的老板拿在手里 我也没机会去看 不过看昨天见到的情形 那古墓的入口啊 把酒不离时 就在下面的尸体堆里 既然梁师爷说不知道 我们也只好相信他 我们吃好早饭 背起背包 我给梁师爷松开鼻带 然后将自己的衣服脱起来 系在腰间 系紧了鞋带 三个人各自准备完毕 来到了食粮 就开始尝试着向下攀爬第一步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 在三个人里面 我可能算是体力最好的 所以火把就由我拿着 想当日我在鲁王宫里 可完全是属于天头的档次 怎么这一次就担当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话虽这么说呀 对于现在这种状况 我也没有话好说 我们一步一步缓慢地将自己的身体放到悬崖下面 向漆黑一片的洞底爬去 这一路爬得很艰苦 有几次我几乎从悬崖上滑落下去 但是总体来说 这里虽然陡峭 但是并不难攀爬 胆大心气 就是小丫头骗子也能爬下来 只不过是多消耗点体力和时间而已 下到一半的时候 梁师爷的脚已经抖得不行了 看样子 这人不太习惯爬山 大概足足花了大半包烟的功夫 我的脚才踩在了久违的地面 从地面上看那些尸体 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恐惧非常强烈 这些尸体应该都是殉葬的奴隶或者战俘 尸体常年累月在太阳晒不到的阴冷潮湿的洞里 骨头上呈现出一种没变的黑色 这些尸体能开闪碟